花生採收機在田裡來回收割 佔了全台花生產量超過七成的雲林 二期花生進入採收期 但十月份因為台風影響 產量減少將近百分之五十 農民從田裡挖出來的花生 不少都像這樣不是沒長好 就是水分過多爛掉 過去一分地大約能收成八大袋 現在產量只剩下一半 產量不好啊 價錢比較好一點啊 也補回來啊 財收完成的花生 立刻在鄉間小路鋪平曬乾 因為減產近五成 價格也從美台金三十塊 漲到美台金四十五 增加了百分之五十 都有塞車來點車路 塞車在這裡 在這裡顧 價格好人的頭部 雖然價格上漲 但產量不足 農民幾乎也沒賺到錢 更怕辛苦收成的花生 因為漲價被偷 農民們還得晚上輪流 來花生田旁邊 顧馬路首頁 防止蕭小下手 偷走碩果僅存的花生 TV新聞張崇敏雲林採訪報導